召行告我 一会儿警察会来大成抓我 我刚刚在母亲转让协议上签了字 这段时间大成就交给你了 没想到我这么体面的一个人 居然遇到这么一个不体面的事情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 我母亲从小告诉我们 人可以穷但是不可以不体面 她老人家一辈子不悲不亢 我就要在我三十岁那年 给了她第一笔钱 给了她经过的体面 让她以我为入 今天为了她的体面 一起战斗吧 程先生 因涉嫌强奸 我们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我配合